第82章 大爆炸 碰撞的那一瞬 将会是他们承受最大压力的时刻 首先 他们就要保证 斗罗神界的神界中枢 不至于在那一下大碰撞之中被炸毁 然后才是借助大爆炸之力脱离黑洞 而这个过程 将会无比的危险 来了 越来越近了 整个斗罗神界都因为 来自于六大神界的压迫力 而轻微地颤抖起来 这份颤抖或许是恐惧的 但也同样是兴奋的 因为能否带来新生 就看这一撞 碰撞终于到来了 恐怖的撞击几乎在下一瞬抵达 六大神界 六颗流星 在同一时间 从不同的方向 同时冲撞在了斗罗神界之上 轰隆隆 一种难以形容的声音 在刹那间爆发了 在黑洞之中 无论是光线还是声音 本来都是无法向外传扬的 可是 在那碰撞到来的一瞬间 无论是内圈还是外圈 全部十二位神王都只觉得自己 瞬间失去了听觉和视觉的能力 眼前一片空白 那份恐怖的大碰撞 已经不能用撕心裂肺来形容 那是一种爆炸到达了极致的感受 十二位神王 现在能做的 就是下意识地竭尽全力地将自己的神力向外输出 不敢有半分地保留 任何一方的神界中枢破碎 都将意味着一个神界的毁灭啊 恐怖的大爆炸仿佛持续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又如同只是一个瞬间那么短暂 当唐三终于恢复几分意识的时候 他看到的 是面前的一片空白 周围的所有一切 似乎都已经在先前的碰撞中摧毁了 全身剧烈的疼痛 神力正在宛如不要钱一般疯狂流逝着 唐三猛地一咬舌尖 骤然让自己清醒过来 与此同时 他用神识震荡周围 呼唤着其他神王 定睛看去 唐三亥然发现 周围依旧是一片空白 唯有白色的光芒存在 但他的双手还有触感 感觉上还是按在神界中枢之上 他看不到其他的神王 但却勉强能够感受到其他神王的存在 神识还是感觉到了他们的呼应 醒过来 唐三在神识中抱贺 同时毫无保留地点燃着自己的神力 在这一瞬 他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 因为一旦失败就是彻底地毁灭啊 嗡 又是一股神识变得清晰起来 一道金色身影出现在他斜后方 唐三立刻就感觉到了他的存在 然后就是一股浓烈的光属性气息 呼应着他的修罗剑 光明神王长弓威 是的 他还在 他清醒过来了 两大神王的神识相互呼应 顿时就令周围清晰了一片空间 唐三毫不犹豫 一道蓝银黄甩过去 缠绕在长弓威腰间 同时也让两人的神力相连 紧接着 在唐三身边 又是一道神识清晰起来 而且主动和他们两位的神识完成连接 当他的神识变得清晰后 周围的一切也都随之变得清晰了 唐三终于能够看到自己面前的神界中枢了 而这第三个清醒过来的 正是他的好女婿 情绪之神霍宇浩 霍宇浩闭合着双眸 唯有额头上的竖眼张开 神识疯狂输出 正是凭借着他的神识共享 才能让周围的一切变得清晰 唐三此时才能看得清楚 周围是一片巨大的白色世界 这无疑是碰撞后所产生的恐怖爆炸能量 哪怕以黑洞的能力 面对七个神界的大爆炸 一时之间也不可能将这些能量全部吞噬 周围的众位神王 大多数还处于猛圈状态之中 但令唐三欣喜的是 十二位神王全在 没有在大爆炸之中陨落的 只不过 大家看起来的情况都不太好 众位神王的气息都有些微弱 精神大多数不清醒 幸好是在先苏醒的他们作用下 众位神王的神识才开始一一苏醒过来 牵引你们的神界中枢过来 唐三神识大振将意念传输出去 此时此刻 十二位神王无不是蹊跷出血 在这个时候就看出超神器的作用了 有超神器存在的众位神王 情况就明显要好一些 没有超神器的神王 情况就要差上一点 神界的实体已经完全消失了 剩余的只有唐三他们那圈六大神王面前 光芒暗淡的斗罗神界中枢 而其他六大神界的神界中枢 暂时全都看不到 神王赐我光明剑 光芒万丈赵苍穹 长弓威的神石震荡 光明圣剑终于光芒重现 而此时此刻 苏醒过来的外圈六大神王无不面露交集之色 第一个难关他们总算是渡过了 至少在先前的大碰撞 大爆炸下他们十二位神王都还在 斗罗神界的神界中枢作为核心也还在 可接下来能否将他们各自的神界中枢引导过来 对于六大神界来说就太重要了 因为一个不好 很可能就是彻底毁灭的结果呀 他们的家人朋友都在各自的神界中枢之中 六大神王顾不上查看自己的情况 几乎是同时各自释放神力 引导自身神界中枢到来 而中间的唐三六人也没闲着 赶忙把残存神力注入到神界中枢之中 维护斗罗神界中枢的核心位置 唐三惊喜地发现 周围这大片的白色世界之中 游离着很多庞大的能量 而这股能量之纯粹 以神界中枢的层次都没法直接吸收 可却能够储存起来 混沌初开 这是混沌之力 先前唐三已经听天地天狠讲述过碰撞之后 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其中最重要的就讲过混沌之力 混沌之力是大创生时才会出现的一种 最为纯粹的能量 哪怕只是一点一滴 都能让一名普通神体提升等阶 也是唯一黑洞所无法吞噬的能量 所以天狠特意叮嘱过唐三 如果有混沌之力出现 一定要不惜代价地收集 这将会对之后 他们重建神界有着巨大的好处 此时发现有混沌之力存在 唐三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立刻和神王们合力 将这些混沌之力引入到神界中枢之中 同时也在寻找着离开黑洞的可能 此时大家的状态都不好 以至于对外界都没办法完全地探之清楚 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必须要先适应眼前情况才行 就在这时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金色光柱光芒暗淡 但当它出现的时候 哪怕是以光明神王长恭威的沉稳 都不禁欢呼一声 手中光明圣剑挥动 一道道金光缭绕 化为光线 强行将它缠绕起来 与斗罗神界的神界中枢缠绕紧贴在一起 汪 唐家三少 祝 感谢 如念 碧 老者 祝 借 chuss 刀 茶 水仔 日常流心地 赢 石头 瑞联罗神 水仔 赢 石头 笑得